通訊息的管道也在轉貼 透過賴群宣導 建議家長盡量避免 讓小朋友使用磨浴爽 又辣又嫌 超耍腿的磨浴爽 近期在國小校園掀起旋風 但因為人工添加物多 部分校園開始禁止 學生竟然躲起來偷吃 有些會怕小朋友 肚子會不舒服 被發現可能會被罵 然後沒有被發現 可能就會躲起來吃 他們都躲在校園裡的 就是比較大家看不見的 那種角落之類的 來自中國的磨浴爽 主要成分是蒟蒻 超商通路和大賣場 都可以輕易買到 因為價格便宜 迅速成為國小校園 最夯的零食 但因為多種添加物 家長不得不小心 他說同學 同學之間滿多人都有在吃 禁止是不錯 就是因為我覺得 那個好像辣的 又零食好像也不太適合 小朋友吃 看看磨浴爽成分 那含量高18克包裝 就含有227毫克的鈉 成人一天吃11包會超過標準 七歲兒童只要吃6包就會超標 這些鈉含量跟鮮味劑 比較多的時候 其實這些人工添加物 都會經由我們的肝腎 然後去代謝掉 所以其實小朋友 如果今天吃過量的話 其實對我們的腎臟的負擔 是比較大的 營養師也建議 蛋糕養育片爆米花 人工添加物也多 不是原型食物都應該要 限制攝取 避免影響到正餐禁食又傷身 繼續黃姐黃怎麼的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 作詞彈